新年快乐啊 然后新年的第一天啊 我们又来就继续这个全家的便当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坑填完 挖了坑就要填完的 然后今天买了这个 除了这个超满足便当 月室叉烧鸡蛋饭之外呢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关冬煮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热量收了 撕掉这个洞 这个是15块8 然后每100克707千焦 然后这一份是555克 数字非常奇怪的 那个然后买了一个 他的这个关冬煮啊 然后里面是这个笋煎和干豆腐 干豆腐我没吃过 这个笋煎是我最爱的东西 然后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 其实国内的便利店 无论是七仔 7-11还是这个全家 Family Mart 然后罗森和这个喜事多 他们的关冬煮啊 质量都跟这个日本是 就是你在日本吃几乎一样的 因为我俩我特意对比过 基本上没有区别啊 唯一有的区别 就是里面个别的东西 料可能就是内容物 可能不太一样 日本有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萝卜 就是大根 那个萝卜 那个炖萝卜 国内的便利店好像是没有的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磨 也他有个很很多 磨浴的制品 那个是华北地区的 这个 7-11有 然后华南地区的是没有的 但是大体上 其他的东西 国内和日本是差不多的 没多大区别 不仅是内容上差不多 而且味道上几乎一致 没有区别啊 但是日本的那个超贵 所以说如果 不是特别狂热的粉的话 我觉得你们在国内吃啊 就可以达到完全一样的效果了 没有必要去日本吃啊 去那个日本吃的话 唯一的不同 在于他那个容器不一样 国内一般都是这种纸杯装 他们会拿那种发泡盒给你装 就是这是唯一不同的这个区别了 关同煮真的好贵的 基本上在那个日本便利店里 卖两三个的话就两 就得两三千日元了吧 就和好 就真的是不划算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还是在国内吃比较划算啊 像我买这个干豆腐是四块五 两块五啊 这么大一坨 然后这个笋尖是一块五一个 但他现在比较烫啊 还吃不进去 把这个这个超满足啊 越是叉烧鸡蛋饭打开 哎 这个感觉好像是好像不错啊 调调一下角度 哎 这个感觉真的是挺挺棒的 这个15块吧 还是可以的呀 这个盒菜盒也挺深的 哦 底下哦 底下就是饭了 底下就是白米饭 然后把它揉进来吧 哦 他这个这个里边我以为就只有叉烧和蛋 原来他给了条 就是鸡腿是鸭腿啊 他有一条腿啊 他有一腿的 我 就变了 然后底下上面是粉丝了 那么 叉烧一片 两片 我去他这叉烧切挺厚啊 三片啊 三片叉烧 先试一下他这个粉 可以呀 这个粉竟然还保持了酥脆的口感 哎 四片叉烧 五片 哇 这个可以呀 好多啊 我试一下这个底下的青菜 他这粉丝没糊掉 粉丝竟然还是脆的 青菜也是脆的 可以呀 可以呀 试一下他的叉烧啊 看上去颜色很正常啊 没有特别的红 嗯 这个叉烧就可以了 还记得我上次说那个油鸡饭里那个叉烧不好吃啊 这个叉烧味道可以的 这个叉烧味道可以的 不是那么过分的甜 但是也有叉烧那个的特有的甜味 关键他这个肉竟然还保持了弹性啊 非常努力 我觉得不错不错 这是鸡腿还是鸭腿 看造型啊 这像是一条鸭腿 看一眼啊 配料上怎么写 这是什么腿 调制鸭翅根 那他写的是鸭翅根 我们试一下 找一个没有没有沾到其他菜的地方 试这个味道 哎呀可以怎么说呢 这个鸭子他做的应该是 不知道是血料的问题还是什么 他吃的挺有方法的 鸭肉通常来说比较柴啊 他这个肉还是比较细嫩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鸭子特有的骚味他没去掉 这个东西还是有挺大鸭子骚味 但是肉很嫩啊 不像鸭肉的感觉 好 这里面竟然是一个整个蛋 我以为是个半蛋呢 原来是一个整蛋 我们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出现弹心的情况 想的太多了 他已经是鸭腿 不挨荡了 完全是坐实了的蛋 这个东西和这个饭确实不错啊 写了超满足 感觉确实超满足的 15块 我靠翻车 这个东西重量不匹配啊 我怎么周周下来了 哎呀 哇 这天 这个 这个饭真的超满足的啊 我天哪 这个翻车翻的 简直要命 怎么可能还怎么还出了这种情况 有点 有点小事故啊 翻了个车 这不是好事 如果影响不太大 影响不太大 翻车了 看这个这个真的超满足啊 你可以看翻出来的东西都这么多 这个我觉得 应该是除了那个9块5全民便当之外啊 还有那个除了9块5全民版便当 那个藤椒鸡腿之外 这个应该是相当划算的了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观众煮 应该这个 观众煮啊 如果你不跟他说要汤的话 他通常是 我先回个信息啊 不然我怕他打电话过来 视频就会断 哎呀 不是 我一个这个汤呢是 你不跟他说 他是不会给你这个汤的啊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要加汤 他就会带汤给你 这个汤全家也做的还不错 应该是几个小时就会换一次 所以如果你刚好中午去吃的话 很有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他说了他正在换汤 然后这个干豆腐我从来没吃过 我试一下 他说干豆腐怎么 这什么情况啊 我操 他这个锅的大头竟然在下面 估计是怕煮的时候 把它煮掉下来吧 我们试一下这个干豆腐 用这个大碗接着 别再反了一次 南方人不怎么吃这个干豆腐啊 所以 挺怀念的 这跟北方的干豆腐 做的感觉差异挺大的 其实 我说的不是味道上 味道上肯定有很大差异 口感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那这个干豆腐 有点厚啊 不是特别的干 然后 没有 就北方那个鸡汤豆腐串那种 那种感觉 稍稍让我有点失望啊 这个干豆腐 我觉得可能也是 可能主要是原型还是因为比较淡吧 缺了蒜和香菜 感觉不太好 然后这个笋尖是我最爱的东西啊 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觉得是最好 但是他真的是感觉物价飞涨啊 以前这个笋尖你看是这这么小吗 以前差不多这个糊度是到这的这么切的 然后只要一块二现在一块五还变小 试一下这个笋尖 一如既往的这个 鲜嫩的 干豆腐是不吸那个汤的 但是这个笋尖吸饱了 它浓浓的汤汁 就完全是这种 茶鱼高汤的这种感觉 这笋尖我感觉我能吃十个 非常的好吃 但是如果你的家附近啊 有全家的便利店的话 一定要记得去买损件 真的是超级值得一试啊 我觉得这真是最好吃的东西 那么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未知小白 与我互动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